好 进入到7月份这天气真的是很热 有时候实在是很想要来吃冰棒来消暑 不过这样的冰棒在吃之前 恐怕有些人会觉得有些心理障碍 我们接下来为您介绍的 这是由河三厂所出产的冰棒 台电河三厂的海水氮化厂 每天将剩余的用水就制成了各种口味的冰棒 一只只卖12块钱也有各种不一样的口味 算算有十几种口味 口味很甘甜 让民众吃起来是回味无穷 不过在吃之前恐怕先得要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 烟烟夏日拿着冰棒一口咬下 冰凉的口感顿时热气全消 让民众超满足 他们吃的可不是一般的冰品 而是用淡化海水制成的特殊冰棒 吃了第二只了 因为太老师说有喜欢 就想说多换几个口味来吃 不会很甜也不会很腻 然后而且都吃得到红豆 因为我吃的是红豆牛奶煸 然后它的红豆都吃起来都很扎实很绵密这样 冰柜里放的冰棒有红豆牛奶草莓 可可亚等十多种口味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这些都是台电和三厂的海水淡化厂 为了创造海水的附加价值 用每天剩余的用水制作而成的 水是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的水大概做冰的时候 我们大概是马上做出来的水 我们就马上来吃冰 我们不隔夜的 所以说我们的那个卫生条件 非常的好 原本只卖给厂区的员工 但由于制成的冰棒别具风味 不输市面上其他品牌的冰棒 和三厂设贩卖部贩卖后造成回响 淡化海水疙瘩的名气不进而走 吸引不少附近店家前来购买贩售 下回民众到和三厂看看湘湖外 也不妨试试这款特别的海水冰棒 中文系文章春华 原方评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